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了來賓 那麼第一位是餐酒館的業者林洪偉 鄭大哥好 大家好 洪偉現在生意好很多 好很多 百分之一百了嗎 超過了 所以有報復性的消費 對 恭喜 謝謝 好 另外邀請到的是 這個律師劉瑋婷 劉律師 鄭大哥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以及藝人Kitty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另外是磁商心理師林翠芬 鄭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這個秘密專家張維中 鄭大哥大家好 非常歡迎五位 我們今天主題是夫妻的代價 那起頭還是王力宏 為什麼呢 因為王力宏他最後他是道歉 不過他的道歉文 因為太太是台灣人 太太也住在台灣 小孩也住台灣 但是他跟太太道歉 他是用簡體字 照理說這個道歉文 應該寫什麼字 繁體字 可是為什麼用簡體字呢 我先請教 因為Kitty是嫁給香港人 是 那香港人其實是講廣東話 是 對不對 那也寫繁體字 對 那如果老公跟你道歉 但是他用廣東話跟簡體字 你覺得他是有誠意的嗎 他要對誰道歉 我覺得他基本上 他沒有對我道歉 所以我很期待他可以對我道歉 他會用什麼話語跟你道歉 當然是用繁體字 他如果因為其實在香港是用廣東話的字 他們是用廣東話的 就是講法直接翻字 所以我如果是字的話 這樣廣東我當然看不懂 廣東話我可以聽 所以我希望是真的 如果是很有誠意 百分之百就是繁體字 那為什麼王立宏用簡體字來道歉 因為其實像大家都知道 他主要的市場 現在是在內地 因為他其實現在 以所有的所有的工作 都轉到內地 那相對的內地 就是他現在的 就是能夠賺錢的地方 那相對他覺得他現在要 對所有的人交代是對 很明顯就是很清楚 是要對內地的觀眾交代 所以他想的還是事業 我覺得是 他本質上是要對 太太道歉 對啊 所以大家 所以大家才很多人才會一面倒 就講說 我們覺得你沒有誠意 我覺得絕對是沒有誠意的 因為很明顯是我們 我們臺灣來講 其實很多人幾乎看不懂簡體字 我現在不是講意識形態 對 我是說因為這個事情是你做錯了 是 那你要道歉的對象是太太 對 所以發自你本 這個 這個本心 他的本質就是你要跟太太誠懇的道歉 是 為什麼用簡體字啊 我覺得他用字體 大家好像會覺得有一些意涵 我也的確是這樣覺得 因為譬如說你的對象是誰 那字體是一個溝通的工具 那你用這個工具去跟對方溝通 那盡可能都是對方看得懂的啦 熟悉的啦 我們認同的啦 所以如果他用一個簡體字 那你就會 大家都會感覺到 你主要的對象是誰 所以他想的是還是事業嘛 我會感覺啦 事業對他的那個重要度 我相信是重要的 在他人生的優先順序當中 所以我會覺得 他可能一直都搞不清楚說 太太之所以會這麼難過 這麼生氣 這麼挫折 這麼怎麼跟你講都講不通 然後男生也覺得 我釋放很多善意給你啊 為什麼你都接不到呢 你都會覺得沒有呢 其實我在坐姿上的時候 我很常聽到一句話 就像剛剛Kitty說的 就覺得你的道歉沒有誠意 我感受不到你道歉 你是在對我道歉 那其實很多先生會不了解 他覺得我都已經道歉了 你叫我道歉我就道歉 那你還要我怎樣呢 所以有時候他們並不清楚 那個道歉背後 真正我要達到的是什麼 像我有時候遇到有些人 就是說我要你道歉 是要你知道 你真的對我做了一些 傷害性的事 這點才重要 所以你如果道歉的時候 你都在講說 你對我有多好 那我感覺到 你做了傷害我的事嗎 所以有些人道歉 剛好是說 你看我這麼愛你 我這麼做 這麼多對你好的事 那我覺得那個道歉 本身沒有打中對方的心理 也不了解 對方到底需要什麼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要發自本心 內心的真正的道歉 這個事情才是解開 這個問題的本質 他也許用英文 我覺得他會比較像本質 對 我剛才也這樣想 我就是中文跟英文 因為他們兩個互動 都是用英文 對 可能比較多 所以如果你真的覺得 我要跟你道歉 我其實會覺得 私下道歉也是可以的 那如果你要公咒道歉 那你也許像第一個 大家還記得嗎 第一個他截圖出來的 他私下跟他互動的 就是一個英文的版本 那我覺得他們私下 大概都是用英文在溝通的 是 大師 不好意思 我覺得這個 你們把這個方向講錯了 道歉沒有錯 那他可能在微博用簡體 或在我們這個FB用繁體 都還OK 我認為最大問題是 道歉得太晚了 對 像我們有時候 跟前妻會吵架 年輕的我就會 你 我不對 我沒有 我不對 你誤會我怎樣 我都講 講吧 你我沒有 我沒有 那也是這種道歉的過程 後來我們年紀大了 就一吵架 就直接講自己 我下流 我卑鄙 我龜兔 我無恥 馬上道歉 就沒事了 其實那個點 你形容只只能學四個 我跟他報告的意思 常常有 卑鄙下流無恥 如果他當時 第二天馬上就回應說 都是我不好 我對不起所有的人 然後講自己 真的是不應該 再加上讚美他老婆 我對孩子的付出 那我會改掉我之前 可能在錢方面 都不夠寬裕給他們 我搞這件事 OK 你把你自己打到 更深的下面去的時候 這時候就有人想說 沒有 你沒有那麼壞 你還可以再改過自新 不是 簡體繁體 當然是一個問題 OK 但是我覺得那個速度 是有問題的 第二件事就是他爸爸出來 你們說提油救火對不對 就像憲哥的小孩出狀況了 他馬上出來就直接講 孩子不對 是我管教不好 沒有人再去 這個事就是 他爸爸應該講說 是 我們教育失敗 這小孩子確實有過程 有瑕疵 對不起他老婆 我要好好管教他 對社會造成困擾 這很厲害 這馬上就 兩偏下去就沒事了 這個女的也不會反撲 也不會波及到其他的人 那重新 不要說重新再來有機會 這個點跟時間 比簡體繁體更重要 不過 鄭老師 我覺得這中間 還有一點小小的差別 因為憲哥的小孩 畢竟還真是太年輕 是 大家還是會覺得他可能做錯 不曉得真正自己做錯什麼 對 王立宏就四十五歲 對 爸爸的態度 你知道新的智力總統幾歲嗎 好像三十五 三十五 你看 我有國際觀吧 猜對了 他剛剛有跟我套好招 沒有 我們剛剛套別的嘛 好 那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劉律師 就是說 王立宏有這個承諾說 你們住的房子 我會過戶到你的名下 就是那個吳江 對 說價值大概四億吧 那孩子的撫養教育 我也會全程參與 並且承擔費用 那這些承諾 未來真的會實現嗎 法律上面其實不一定會實現 因為這棟房子登記的 不是在王立宏名下 是在公司的名下 王立宏公司的名下 那當然王立宏 是這公司的法律 法定代理人 就是負責人董事長的意思 只是說如果真的要做承諾 在法律上面 是應該以公司的名義出來承諾 而不是王立宏出來承諾 不過我其實會想跟那個 不過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他現在把 為了要平息風波 所以先講了這件事情 是 然後到時候 他又不願意了 可是整個新聞過了 大家不太 不太注意這個新聞了 李靜蕾可能會累了 會 那也要再看李靜蕾 還有什麼東西可以丟出來 不過這樣你可以看到 其實這整個過程 不管你是道歉 或者是所有 只要他們是對外 所有媒體會追的 我個人覺得 這都是兩個人互相的表演 只是兩個人互相 透過這個公開的訊息 然後給對方施加壓力而已 那同樣王立宏做這些道歉 或做這些承諾 也真的不是在平息李靜蕾 個人的怒火 其實是在平息 整個社會大眾的怒火 你看王立宏他的 應該講 他的收入來源是什麼 來自於演藝 那演藝為什麼會有收入 因為很多人支持他 付錢給他 買他的唱片 買他的這些影片等等 讓他可以有收入 所以當這些人不支持他 他什麼都沒有 所以他真正要負責的 真正要買單的人 其實是這些社會大眾 所以他必須要做的 不管你是用什麼繁體簡體 他其實目的 也不是要給李靜蕾看的 真的就是 給李靜蕾看 私底下傳顯訊就結束了 他何須要公開 那反過來李靜蕾又何須要公開去弄王立宏 也是要給社會大眾看 我覺得他應該是說 對外面講說 其實我已經跟李靜蕾道歉了 那誠懇的道歉了 然後對於這個他的要求 我也承諾了 那事情就結束了 不就要 然後李靜蕾也不告了 這樣就好啦 對 可是 為什麼要發個全體文 跟全世界宣告我道歉 第一個就是李靜蕾未必會買單 就是未必會能接受說 你是不是真的有 對我私底下道歉 所以我覺得王立宏 真的要面對的對象 要平息的怒火 不是李靜蕾 所以他就算你李靜蕾不接受 對 你李靜蕾不接受 但廣大粉絲都接受 換這些群眾的壓力 壓到李靜蕾身上了 你要不要接受 人家都誠懇道歉 所以現在你看兩個人在攻防 群眾的力量 對 其實都在對群眾交代 一個是說我的老公很差 我人夫很差 所以大家要懲罰他 所以所有的群眾說 你這個人夫要道歉 那人夫死不道歉 就大家就 所有的群眾的力量就是 你原本的權力來源 就來自於這些群眾 你的收入來源來自於群眾 大家就給你壓力了 所以你也不得不對群眾 妥協跟讓步 是 所以你就依照群眾的要求 妥協道歉 該過戶的房子過戶走了 那你覺得接下來他們 因為李靜蕾有講說 我們事實上還沒有離婚 他們還沒有離婚 對 李靜蕾說的 那所以接下來 他們還有法律上的攻防嗎 等一下再請教你 好不好 來 先休息一下 今天最新的訊息 雖然是網友上的PO文 不過這個新聞也這個非常的令人 這個吃驚 就是李靜蕾有說 王力宏跟有一個人叫做優米 這個女生 這個優米還傳 這個清涼的裸照給王力宏 那優米就出來說 說我們已經戶三好友了 我們沒聯絡 可是這個李靜蕾又說 你們是戶三好友是這個微信 你們還用 你們又新增了Fatchf 那也就是說社群軟體 其實你們只是改變而已 然後他馬上有證據出來 結果這個優米 他後來又有說 你們還沒有結婚的時候 我是王力宏的女朋友 只是我對外講 大家都不相信 好 那他現在說他要承認 婚前他跟王力宏是男女朋友 那優米今天清生 不過據說是有救回來 然後他怪王力宏 那我先請教一下這個劉律師 這個責任誰負 說實在的啦 自殺這件事情是自己要負責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當然大家就會要嘛責怪王力宏 要嘛責怪李靜蕾 其實最大的壓力來源是社會大眾 大家給他的這些偏見 或是一些看法 而且就我之前從報索上看 大家其實也都覺得他的姐姐 Yumi的姐姐很倒楣 就是說因為他們是一個團體 BY2一個團體 然後一起做演藝活動 那每次呢妹妹出包了 姐姐就被拖累 因為他們的演藝事業 就一起被停掉了 所以或許對這個Yumi來講 他的壓力很大 來自社會輿論 來自家人 來自收入 所以導致今天這個情深 這樣子的一個舉動 是確實令人滿遺憾的 因為這事情其實不需要發展到 這個地方 那我其實也想反過來講說 就李靜蕾跟王力宏 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看到李靜蕾 我能說的叫法律上面 我們認為短暫的勝利 那個短暫的勝利 為什麼叫短暫勝利 是因為在這一個 這幾天的過程 其實我們上禮拜節目 就從這個鏡週刊開始 我們就開始提到了 王力宏這個事件 那王力宏一開始 是自己主動去告 不是王力宏主動 就是說媒體上看到是 王力宏離婚了 然後什麼事情都平平靜靜 跟太太的關係也都很好 說還是一家人 結果後面一整個 一百八十度大轉變 李靜蕾開始不斷的爆料 王力宏 簡單來講就是 把一個大家認為最優質的男孩 然後瞬間打成最糟糕的人渣 就這麼簡單 但是看到的 目前看到短暫的結局是 他可以拿到一間房子四點八億 那當然還有相關的撫養費用 可是我們在律師的角度看 會覺得說 這個結果其實只是一個短暫的勝利 因為你等於殺雞取軟 如果說今天王力宏的演藝事業 繼續進行 或許他後來還有更多的收入來源 也或許還會給前妻或小孩更好的家庭環境 可是你今天把他打成人渣以後 未來他大概演藝事業也沒有了 還有巨額的違約金 他對所有的代言 應該會有龐大的違約金 所以或許他原本的收入 不僅沒有 而且還要賠償 那你把這個經濟殺了 那經濟殺了 你軟拿到 可是他總不能為了經濟 然後背負那樣的罪名 對這當然是一回事 然後老公在那邊亂來 對當然我們也都認為這絕對是不OK 可是或許有更好的解決問題方式 不是一個把自己的原本 可以依賴一生的人 或是說覺得他現在是一個城市美好了 跟他關係不好 現在狀況 然後就把他殺了以後 拿到了現有的財產 那因此他後半輩子都衣食無語 絕對不會 那絕對都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下場跟結果 那我再問 因為這個李靖蕾有說 這個結婚的時候 那王力宏就去成立了公司 那公司的名字就是他自己 還有他媽媽 是 那他把這個演藝的收入 據媒體是說有三十億 是 那麼也就是說 都在公司 好像是李靖蕾分不到 是 那這樣李靖蕾 未來能分得到嗎 對 我先跟他報告 很多人都以為說 王力宏好惡劣 為什麼故意把這些收入都放在公司裡 然後讓太太分不到 其實並不是這樣 所有的藝人 絕大部分都是這麼做的 因為這是一個節稅的考量 如果今天所有的演藝收入 直接就歸入演藝人員個人 課的是個人的所得稅 非常重 可以到四十趴 四十五趴 非常的重 所以絕大部分都會開一家經濟公司 由經濟公司來接 那他們所要承擔的稅付是什麼 盈利事業稅 盈利事業所得稅 最多就是十幾二十趴而已 所以那個稅積的差別是很大的 所以幾乎所有的藝人都是這麼做的 大部分你收入只要龐大的藝人 你可以去看 所以並不是王力宏 個人做這件事 好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 那王力宏本身也是 這間公司的大股東 因為大部分 其實他持有這個公司 所以這間公司有價值 代表王力宏持有 這間公司的股權也有價值 那這個股權 要不要拿出來跟太太分 要 法律上你王力宏 持有這間公司的股權 這些就是你王力宏的財產 也是要拿出來分 只是你分到的 不是直接分公司的財產 是分這間公司的股票 是這種角度來看這個事情 那當然因為王力宏 他本身是這家公司的 現在是負責人 所以他如果說名義上他要去控制 他要把這公司的財產 移轉給李靖蕾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可以做這件事啊 所以他還是有機會 只是在法律上面看起來就是 還要再透過一層 不是王力宏個人 你還要再透過公司的名義 將這財產移轉給李靖蕾 這樣子而已 那雙方只要透過協議 你也不用管什麼法律上面 剩餘財產分配啊 這些法律條文 你只要主動願意給 那當然就給啦 因為那實際上你可以控制的 我看起來他是不太願意 是 當然是不願意 當然是不願意 好 那我請教洪偉 也有個疑問 就是說李靖蕾指控他約炮 召濟 他說在中國每個城市 好像都有一個人約炮這樣 然後還有婚外情 那我這個 那為什麼約那麼多炮 沒有人站出來 沒有被人發現 我想第一個是因為王力宏 這個光環 那他會之所以他約炮 你覺得如果你去約炮 會不會被發現 應該沒有人會理我 我跟你講你是公眾人物 我想說被約炮了會有兩種心態 一種就是他是我的偶像 我本身很喜歡他 那我當然會跟我自己的閨蜜 會去透露這些東西 那當然我又不想要 在傷害他的情況之下 所以我一定會跟我閨蜜講說 這個拜託包包力 我不想要斷掉這一層關係 那第二個部分 他有可能他去召濟 是因為花錢買賣的 因為假設我拿到錢 這是一個對價關係 我提供我的身體 我換取你的金錢 所以這個東西必須站在比較 商業道德上面標準 他也不會去透露 那為什麼太太會知道 我想所有東西證據都留在手機裡面 我去 我約炮 我召濟 這個事情在手機裡面 被老婆發現 所以做任何壞事 千萬記得把通訊的一些內容 全部刪掉 該留的照片 通通放在雲端也好 刪掉都無所謂 講那麼複雜 就說嘴巴擦乾淨的意思 對 真的小心死的萬年船 好 來 那個張老師 同樣我是說老婆怎麼會發現 你上次去召濟 你老婆會知道嗎 我不用 我不是上次 我上好幾次 對不對 因為你知道嗎 王立宏的爸爸 也不是有出來幫王立宏講話嗎 說我兒子沒有那麼惡劣嗎 對不對 然後這個李靜蕾就說 你兒子去召濟 去夜泡 怎麼會跟你講 你會跟你爸講嗎 我覺得有 之前聽別人講過 最可怕的不是敵人 而你要注意的是 你身邊的人 但不是說要用防疫訊息看家人 有時候你自己 還有自己一點小秘密 是生活當中要有的 我也覺得百事末節 你召濟或是你交朋友 泡友 怎麼會讓他老婆知道 而且好像毫無忌憚的 大大方方的這樣做 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還蠻奇怪的事情 至少不要說怕他知道 你要尊重他 他的心理感受 至少你也可以包裝一下 自己是比較清心寡欲的 至少老婆心裡會舒服一點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 這方面我覺得做的 有待修正 你說誰有待修正 王力宏 即使有召濟或姓成怡 或約炮 都不能讓老婆知道 無論 這算是你的結論 結論是不應該讓老婆知道 怎麼讓老婆知道 我也覺得很奇怪這樣 老婆是從手機裡面知道的嗎 我個人認為不只是手機 還是有人去跟他講 應該是 很多的朋友串在一起 多多少少會講 我覺得這個 是 崔芬 大家不要忽略大老婆的智慧 對 我遇過有非常多 其實召濟這件事 我稍微來講一下 在我做諮商的時候 召濟 買春 我覺得並不少見 很多太太因為這樣子 而受很大的傷害 是非常多的 那我就會發現 名詞就很重要了 先生都會說自己買春 太太就說你召濟 到了我們心理師 我們怎麼說呢 性工作者 所以三個不一樣的名詞 那像這個部分 大家會覺得 我相信不會有人去召濟約炮 或外勤 還會告訴太太不可能的 那像這種 太太怎麼會知道呢 留在手機裡 那像剛剛說的 好像你把全部的資訊 都刪光了就沒事 錯喔 這絕對不會是這樣喔 因為你會有那個線索 還有啊 你買春的對象 會給你回饋啊 他也許會突然傳個訊息給你 再約你過來啊 可能這個訊息 就不小心被太太看到 有可能 或者是說你去找一些 你買就是說你去找性工作者的話 你會有一些紀錄啊 突然發現你Google的都是這些東西 我們也會嚇到 那我覺得王先生的事情 會讓我們這麼震撼 其實我覺得 就是因為他有光環 那有三種人 他就是我覺得那個光環 會讓我們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一個就是清純的女孩 他是清純的男孩 然後再來是老實的男人 他也有讓我們覺得 他是品性端正的 再來是成績好的學生 這三個最容易 讓我們產生月暈了 最讓我們產生光暈 覺得不可能 他不可能會做這些事情 因為我們會把所有的優點 好處都放在這個人的身上 這從 我是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 那你覺得這三個人哪一個人 還要再加上鄭大哥 對 這三個 這真的是中立 有 來我們先休禮就好 好 崔芬剛剛講了一句很好 不要低估大老婆的智慧 那講這句話的時候 Kitty就很大聲說 對 沒錯 我覺得男人真的 不要低估老婆的智商 跟女人的第六感 因為其實像我們以那個 就是那個紅紅跟蕾蕾的戀來講 他們是八年的婚姻 其實八年算是 也算是長 你覺得你今天 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時候 你的身邊最親密的老婆 會不知道嗎 比如說我們以就是來講說好 發票 有可能發票對不對 也是一個中 男生就不會在意發票 可是女生可能會看發票 還有就是你收到訊息的時候 有時候你閃了一下 你可能眼睛會看到的時候 那你就一定女生的第六感 就會去看一下訊息的內容 可能就像那個崔芬老師講的 可能是說還要不要再來啊 這個女生就會根本注意了 或是很開心啊 馬上回 太太在 沒有 這個時候 沒有 女生通常是會用自己的眼睛的這樣偷偷的瞄 那瞄到之後呢 那如果又不幸的被老婆知道的密碼 那就可以點進去看 還有男生通常很白癡的 就是他覺得照片刪除了 他都忘了備份刪除 這個要再刪除 也有可能他從了照片裡面看到的 然後或者是先生很長的 藉由外出的理由 然後找不到人 我先生就是這樣子 他假裝就出去 然後找不到人 或是那一段時間突然現殷勤 有很多的種種的女生就會去推 就是會去推 我先生好像不一樣 你可能覺得 我只是寵愛我老婆 可是如果真的都做了 這麼大的改變的時候 女人的第六感雷達就 嗶...就會開啟了 所以我覺得 而且其實我們看那媒體報導 女人最難伺候 絕對 她好 她認為說她有問題 是單純對妳好而已 妳也要真的是百分之百的好啊 我們才可以回饋給妳 如果你沒有的時候 我覺得我回妳 就是給妳就降臨一軍 是理所當然的 就像妳看 我們在看這個新聞 其實大家就說 那妳說妳 比方說妳前... 現在還在打冠師嗎 沒有...已經... 我現在... 我也重生了 真的假的 離婚重生了 對 現在已經在開展 就是在最後了 哇 恭喜... 像這種事情就要請客 不然... 不然我今天切蛋糕 有啦... 有啦... 那前夫妳說 他這個常常這樣跑出去 那跑出去 你怎麼知道他去做什麼 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我先生的改變是 他好像每一次就會 他會先斬後咒 他會先出去了之後 才讓我... 才讓我知道說 他去做了什麼 可是他可能會 短暫時間的消失 可能就手機打不通 那他會用... 因為女生其實很會騙自己 有時候老公給妳了一個謊 你會再幫老公 再圓那個謊言說 可能對 應該是這樣 因為你當你很愛一個人的時候 你就會... 不顧一切 就會相信他說的話 是 對 那你看 其實我覺得啦 我自己覺得 我是因為我先生 在事後做錯事情之後 對我會有一些 就比如說 會回證我一些小東西 這一點 因為我老公也算是很摳的人 所以他會送我禮物的時候 我就覺得 太怕 怎麼會突然送我禮物 這麼笨啦 對 所以我就會覺得 事有蹊跷 再加上他會開始漸漸地讓我不要 比如說我回來台灣 他會跟我說 你晚一點再回來香港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或是我要非中國 叫你晚一點再回來 對 或是跟我說我要出國去 其實太太回來 應該很高興才對 他沒有 他有感覺就是 我覺得你可以在娘家多住一點 因為畢竟你回台灣很開心 其實想很多 我一開始會覺得 我老公還滿體諒我 到了久的時候 你就覺得 為什麼我老公突然之間 叫我留在台灣 或是他以前出去 那你有抓過他去約炮 或者遭機 或者是婚外情嗎 這個部分我們就 我不想要講 因為其實我覺得 像在紅紅跟蕾蕾這個部分 我覺得其實最傷害的是小孩子 因為我覺得講太多 他們都忽略了小孩子 未來要怎麼樣承擔這個媒體 或是公眾 他去上學 小朋友 就其他的同學或家長 會不會就評論你這個孩子 即使今天是你 父母的錯 可是大家會把它加重在於 小孩子的身上 所以我就是這個部分 我就 我還是有所保留 來 張老師 剛剛針對招劑這部分 你又想了那麼久 後來又想了 因為我覺得很多故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 我曾經有遇到一個藝人 一起去洗山溫暖 很詭異的是 他問我要不要叫小姐 我當然不可能叫 因為我不會留任何把柄 在對方手上 你不會叫一個 後來我反問他 等一下 你不會留把柄給誰 任何一個人身上 就包括我不是好朋友 所以你們去洗山溫暖 兩個男生 對 然後那男生要 我要不要叫小姐 沒有人知道 裡面黑黑的 我只是疲勞 我去泡個山溫暖 幹嘛要叫小姐 我就先測試他 我不講我要不要 我當然不可能 我怎麼可能讓別人的話講 我就那你叫不叫 我不要 你不要 你幹嘛叫我叫 你設計我嘛 看起來你就是比較澀嘛 不是 你眉毛比較濃 心也比較強 就是有可能 疑似性成癮的危機 那重點是我 當然不會掉入這個陷阱 我也不可能 第二個我連自己叫都不敢 還要你幫我叫嗎 這整個重點 所以我也最近遇到一個網紅 很厲害的網紅男生 他本身周遭每天都是妹 後來我的客人是做八大的 他也告訴我 這個網紅去他那邊 有叫小姐做半套 我百思莫解 為什麼你這麼帥 那麼多女孩子 你不肯去 就來一下半套也好 他有委婉地告訴我 那些都會來仙人跳 都有危險 他說花錢的最好 這也是一種 當然我沒有說 召集是好事 我先解釋 先解釋 不應該 但他的詮釋 我能夠我能夠了解 重點是有一次我的客人 什麼都有 你說那個吳江 那個豪災的客人 我有三四個 那小事 我遇到過媽媽桑的 來我們的工作室 同山街找我算命 人很客氣 我幫他算完 說他有官司 他也承認 後來他確定是有一些財務官司的發生 他說他是做八大的 是媽媽桑 說那邊很多小姐 有事沒事偶爾會寄個照片給我 我連回應都不敢回應 知道吧 因為真的是很漂亮 還有不同價錢 團隊給我幹什麼 把他封鎖了 還好我 你知道吧 那個時候心性很純潔 那時候 後來試過 大概五天到一週以後 他被警察破獲 是最大的賣淫團體的首腦 還在我們家的那個 那個工作室走出去被拍 還好我非常非常的節身 自愛逃過了這一節 比聖誕節還可怕 對啊 張老師很謹慎 如果兩個人他絕對不會叫 一個人他就不會叫 沒有 你算 這兩個一個人更可怕 你的叫的地方 跟你是不是用本來的面目出現 那他會不會以此來要學你 都會變成一個危機 所以還是不要 好 不過我再請教翠芬 因為二零一三年 這個王立宏跟李靜瑞結婚 他們承認二零一四年三月 他們就開始請婚姻的心理智商師了 也就是說結婚沒有多久 他們婚姻就出問題了 什麼問題沒有 不知道 但是後來李靜瑞不是講嗎 說因為王立宏也說 我們找了五個心理智商師 那為什麼五個心理智商師 最後還是離婚 所以那個智商等同沒用 我個人覺得我在做 這種叫做夫妻諮商 伴侶諮商 其實伴侶諮商跟一般個人諮商 是不太一樣的 我們連收費都是不一樣的 相對上它的難度是比較高的 那在夫妻諮商 常常遇到最大的困難點 是在哪裡呢 雙方的目標不一樣 所以我在想他們當時可能 就是我們現在討論的這些議題 應該就已經出來了 就是譬如說情感上的一個忠誠度 或者是說相處上的一些 因為有些時候 我覺得一對夫妻會有情緒 會相處不來 不會沒有原因的 不會沒有來由的 而且一對夫妻 絕對不會一開始 只是謀合就來諮商 這種我幾乎百分之九十 都不會遇到 通常都是很嚴重的衝突 而且已經雙方都已經承受不了了 才會去找心理師 那去找心理師的時候 雙方的可能會設定的目標 可能不一樣 譬如說男方可能設定的目標 是希望太太情緒平穩 不要製造我一些煩惱 或者是說能夠好好的 把家庭照顧好 可是女方可能設定的目標 是好好經營這個家庭 然後怎麼樣我們的互動 我們的溝通更好 所以我在想有一個很大的可能性 就是說他們雙方設定的目標 是不一樣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在做夫妻婚姻諮商的時候 我很常聽到 其中有一方會覺得沒有用 不要來了 就是因為他設定 譬如說我希望你做了諮商之後 你的情緒就像小貓咪一樣 溫和 然後不會起伏很大 所以如果你有情緒 我很常聽到我的當事人就會說 我先生說我做諮商沒有用 因為我又有情緒了 一來就否認 否定 對 否定 那所以有些時候 我覺得我們在做心理師的時候 要很小心來面對這樣的狀況 是 好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好 我們先來聽聽玄學好了 張老師 你是要說什麼 心理諮詢的部分 我也遇到過很多來找我算命 都是講婚姻 婚姻 婚姻 可是心理諮詢師 他們對心理諮詢師談的內容 有時候會有所隱瞞 可能財力狀況不穩定 或對方有不好的習慣 或性功能有障礙 他都不講 可是從命盤裡頭 可以看到子女工 跟他們的經濟狀況 夫妻吵架不就是 物質生活過得不好 靈魂 性生活不夠美滿 彼此觀念有分歧 有時候藉由這個命盤來分析 其實是對他來說 可以更深入地了解 那他們 只要我們只有個目的而已 我想離婚 張老師你只要講 可以離婚我就離 我怎麼擔得起 我都不講別人生死 不會叫人墮胎 也不叫別人離婚的 因為這是卡到因果的關係 只是說教你如何去走下一段 如果從命盤看到他下一段會更好 我會說那你可以考慮 做一個先分居 再做一個調整 再找好的對象 如果你下一段婚姻的十年是不好的 你嫁給誰 不是被罵 被打 或被傷害 你要懂得去保持距離 我們只用這個方法來幫他做提醒而已 那你不是要講王力宏嗎 講到這個面相 來... 本身來說我們從面相學來看 很簡單 這個梅清 木秀 鼻子以下 叫做四五十歲 四十歲以下 梅清 木秀 也黑白分明 有臥蠶 這個天庭飽滿 都是長輩原家的 這個長得就是 就是齊諾里維的中國版本 台灣版本的 但是卡在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 他的唇相上薄下厚 上薄下厚的人 我之前說過 比較自我自私 薄情 對 像小尾就有點接近這樣 沒有人叫你插話 那上厚下薄的人 吃傻 吃什麼 吃傻 吃傻 對 吃傻 然後嘴巴很薄的薄情寡義 嘴唇很厚 一直向天的 也是屬於不聰明的人 安杰莉那是誰 那個是性感 特別做出來的 都是像你講 因為肉代表 純色代表我們的肉欲 血氣 血色等等的 它反射得很明顯 有暗黑的 有淡的 有鮮紅的 那本身來看 它這裡最大的目的 我們說兩頰豐厚 房地產茂盛 皮包股 皮包股 中晚年落魄 包括做遊民 我不是看不起遊民 做間 做間飯科的 在外面跑江湖的 坐牢的 身重病的 這邊都會瘦下去 可是你看那馬雲 不是 馬雲是 馬雲長這個樣 他還是幾千億 那最後還是要回到原點 是喔 他是有發財的運 不代表是發財的命 窮命不怕 最害怕是窮運 命隨運 所以你認為他的晚年 可能不是那麼好 已經算是告一個段落了 OK 他腦後腱塞 做事有他自己的阻斷性 那他這個特性就是 這邊會有一個 我們說滿臉的狠肉 不是 叫滿臉重肉 那以此類推的話 這個中晚年 這裡會消下去 房地產 我覺得財物 都產生了一個亮紅燈 這是看得到的 如果看不到的話 觀眾朋友如果看不到牙齒 如果有蛀牙 有牙周病 口臭 那麼中晚年一定是傷 一定要做 我們說的財物危機 感情危機 除此這樣舉例還不夠 我們以這個縱紋來舉例好不好 當然有點失禮好不好 這個也是縱紋 有沒有看到 有相關的一輛縱紋 代表他中晚年 感情 事業 財運 都會有亮紅燈的危險 那這樣子講還不夠好不好 這個人過兩天 還要去我們家拍影集 不好意思 失禮 對不起 這個量稍微偏 肉不夠 肉不夠 所以這裡有載 載到整個產生縱紋的時候 該有的醫美的微整形 趕快去處理一下 睡眠要夠 那其次為什麼會有偷吃的習慣 整形可以改變命運 就像一部車子 鍍膜 包膜一樣的意思 或烤漆 這是一樣 當然會有改變觀點 他的人中比較長 又深 又明顯 代表早生貴子 多子多孫 也代表性能力 跟我一樣強的 不是 我怕大家睡著了 不好意思 明天真的要撤收視率的 拜託 他本身人中也算寬 而深二長 代表他們這個 你所謂的性成癮 或性的能力強 是被肯定的 了解 如果這個人中比較窄的 會有橫紋的 或比較淺的 性的放縱 比較無力感 這個也是屬於 比較屬於明顯的 所以從面向來分析 其中有一個我還是不太懂 就是說 翁立宏有說 那個房子就讓你們借住 借住他十八歲 是 意思就是那小孩子我不要 也不是不要 就是他跟媽媽住 是啊 是跟媽媽住 因為王立宏本身就跑來跑去 所以他當然就是 離婚了 對 他是離婚 但是看起來他就是小孩 本身一直在跟媽媽生活 過去就是這樣 然後王立宏演藝事業 中國大陸美國的地方跑 所以只是每天可以視訊五分鐘 然後他上面是這樣子講 對啊 所以大部分還是以小孩 然後媽媽是主要照顧者的角色 載住 只是說從過往 他們這個協議 就可以看出那個心態 十八歲以後 那這房子就要還給我了 也就是你把小孩養長大 你就要滾蛋 類似這種感受 那對這個李靜來來講 情何以堪 那你會 如果是你 你會房子借住 讓前妻跟小孩借住到十八歲 然後就還我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不聰明 也應該說 很沒有智慧的做法 因為這種做法 真的是會讓人家覺得很心寒 法律上面 畢竟大家是夫妻一場 即便如何如何 你讓對方有一個家可以生活 心情是穩定的 可以生存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基本的 就是說如果今天南方的能力 沒有太好 那另當別論 南方今天能力是很好的 講白一點 就是他買三間帳的房子 四間帳房子 他都買得起 那為什麼一間房子都不願意給 然後還要用一個借住 那我個人覺得說 這個太太不跳起來 這個也是可以想像 一定跳的 你覺得王立榮對小孩的態度如何 我嗎 我覺得他就跟我先生一樣 就是都長年都在外面 然後就是覺得小孩子就丟給太太 我先生就把小孩丟給我 他覺得你可以看好 反正你是主要照顧者 對 我覺得真的 借住這個真的很傷 很要不得 如果我會覺得說 那也是你的小孩 像我生一個 他生三個耶 你知道五年生三個小孩 對女人的身體有多傷害 而且他真的完全就全心全意 都在帶小孩子 你還只讓他借住到十八年 意思很擺明就是 小孩成年之後搬出去嗎 因為像我自己簽約的條約也是 我的先生只照顧我小孩到十八歲 他說十八歲過後 他一律就不負責任了 那不就跟我先生 就很不負責任的一個行為 那小孩子滿十八歲 要搬出去哪裡 我就不知道 那就看他們 那如果以我來講 我身為媽媽的 我怎麼可能讓小孩子十八歲搬出去 一定是還是跟著我 那張老師 你也離婚了嘛 對 那當時你對於讓你的小孩 跟前妻借助這個說法 你的感覺如何 我必須告訴大家 男人沒有主動提出離婚的條件 我認為啦 所以我不會主動提出離婚 可是按照李靖蕾講的事 他是被逼離婚的 我懂 我懂 所以被逼離婚 所以女生 畢竟比較沒有生活的能力 那如果帶個小孩子孤苦無依 那會遭這個社會 還有朋友 包括職場上 被欺負的可能性很大 你怎麼會忍心讓一個孩子的媽跟孩子 去遭遇到這種的處境 如果你有能力的話 所以我個人就 也就給他一間將近三千萬的房子 馬上過給他 沒有房貸的 有房貸還不夠誠意 每個月給他六位數字 六位數字就十萬以上 以上 然後出國旅遊 一起用餐 帶小孩子到中南部玩 那我的每一間房子 之前有七八間房子 都中古屋 沒有炫富 都已經整合完了 都整合完了 我每一間房子 我們都沒有講怎樣 你自己也不叫我 還沒叫我一笑 你看我現在 都沒有戒指的 都沒有 走補去 剛才拿掉 你意思是說 當三老師的前妻都不錯 那就是說 不是 就是說 我每一間房子 其實有的話 都會留小孩子跟他 都把它規劃好 你隨時都可以來住 後來把房子 三間房子賣掉之後 整合一間新的 也幫他們規劃了 他們兩個的房間 跟他們專用使用的空間 我覺得他就是你的家人 他是血脈相連的 你不能丟下他 他永遠無法割捨的 那我可以再進一步請教 就是說你賺的錢 你在離婚的時候 你的錢的總財產的幾% 給了前妻 我前妻的人非常善良 他說我本來可以拿一半的 但他只拿了大概四分之一 或五分之一左右 這樣子 但是他也很善良說 如果你將來沒辦法 生活這麼好 沒辦法過得這麼好 你每個月錢也不用給我 因為我還過得去 你每一句話 這樣就很感動 你會過得不好這個事情 完全不可能 完全不可能 因為你說費滿貴的 我以為你說我節身自愛 手身如玉 講到什麼話 就是說稍微要步步為營 如鈴聲音 如履薄冰 那太太拿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是多少錢可以說嗎 至少我覺得他 就是房子連現金的話 三千多萬也差不多 好好喔 不... 他現在單身你也單身了 我... 不要這樣 真蛋糕 怎麼了 老師... 不是 我覺得說 我無言你知道嗎 他面對自己的處境 會覺得他的 現在的先生怎麼所思維 還準備要簽 還在差就簽字 我還沒有 沒有 我覺得就... 剛剛跟妳是重生 我覺得過程一定要很和樂 快快樂樂 像講句實在話 剛剛說心理諮詢的 心理諮詢師 其實心理諮詢師就在你家裡 我前妻的心理諮詢師 就是我的女兒 她說你們如果偶爾會吵架 過得不開心 你們是不是考慮 各忙各的分開來 後來分開來之後 感情更好 了解... 來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好 其實我剛剛談到這個婚姻癡商 那王立宏他們找了五位 那再請教崔芬 因為他太太說 這個其實裡面有角色扮演 而且是非常私密的 你絕對不准錄影 那那個婚姻癡商是怎麼個過程 其實我們在做諮商之前 我們大概都會簽一個 所謂的資前同意書 就是說我們整個過程是保密的 那因為他們夫妻嘛 所以夫妻雙方知道 那通常心理師 我們也是需要保密的 所以我有時候就會跟大家說 我們真的不太能夠講到 當事人的一些故事或是案例 就是因為保密的原則 所以是很為難 但是又希望可以分享給大家 所以在這個部分當中 他們雙方我們都會先跟他們說明過程 那其實在這一份 我們一開始在做諮商 有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就一定要簽這個 簽這個包括什麼呢 就是自我傷害 就是說如果說在這個過程當中 保密 可是會保密的例外 什麼時候是保密的例外呢 會跟生命安全有關的時候 就譬如說如果你要自我傷害 被傷害 傷害對方 那在有可能危及生命安全的 可能性的狀況下的話 那就保密的例外了 我就不能保密了 我需要通報 我需要通報你的家人 我需要通報一些重要相關的人 我為了保護你的生命 所以保密的例外 會在這個時候 那像剛剛有提到 我們有些時候 你覺得那些人 諮商的人 真的都有把內心話講出來嗎 我覺得一開始的時候 的確需要建立信任感 所以我通常都會跟他們說 如果你覺得有什麼不舒服 在我們諮商的過程中 如果你覺得有什麼不舒服 可以先 就是可以告訴我 那有沒有講說實際的狀況 這個的話 會跟每一個人的開放度不一樣 就譬如說有些人 他開放度很高 像我有非常多當事人 譬如說他是看哇哇哇來的 還蠻多的 真的 然後他一看到我 因為很熟悉 他一看到我馬上就落淚了 我們的信賴感建立得非常的好 那這樣子的話 很快他立刻一坐下來 馬上就跟我講 他發生什麼事情了 他完全不會隱瞞 因為我們本來就有信任關係 通常想要來諮商 都是女生主動嗎 其實大家這個部分呢 女生當然比例上比較高 但是我後來發現 男生的比例也越來越高 男生通常會想來諮商 他比較是問題解決導向 他覺得我們兩個沒有辦法溝通 相處不下去了 所以我們可能可以透過 一個諮商的平台 來協助我們對話 來協助我們溝通 或是把我們現在婚姻 很難相處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調節 或是做一些化解 那裡面的所謂的角色扮演 是什麼叫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的時候 有些時候 譬如說他們兩個 可能互相不理解的時候 那有些時候 我們可能會希望說 譬如說先生可以扮演 太太的角色 從太太的角色來看說 太太這樣說 你可能是不是可以了解他 他現在在說這些是什麼意涵 來 張老師 心理諮商一定有效 但是我們不迷信 但是我個人是說 心理諮商是跟命理師一樣 他只是幫忙分析而已 就像厭血厭尿 斷層的意思是一樣 結果 厭血厭尿是很科學 我們也是 大哥 我們也是 千年統計的命盤 也是言之有物 你的尿酸多少 馬上做到素質 你要擬什麼東西 陽刃陀螺在哪裡 空節在哪邊 完全清清楚楚 沒關係 OK 我們修正 重點是在於有沒有效 非常有效 因為整個過程完之後 你離不開三個重點 積德 孝順 還有我們所說的信仰 很多的夫妻 我們看完之後就是說 你家裡可能擺設雜亂無章 能不能整理乾淨一點 像我家 有某個家擺設很亂 某個角度或鞋子 我就心情就不好 你把它擺好 我就不會發脾氣 很多的夫妻吵架 他就是帶了小孩 家裡跟炸彈炸過一樣 這種進去不吵架才奇怪 我不是迷信 我講我眼睛看到的一個擺設 那就是改變情緒 還有居家的空氣不流通 思想判斷錯誤 暗而無光 陰暗 第一個 第二個 這我說的風水 一定比 家鄉諮詢是加分的 第二個 培養共同的信仰跟興趣 有的夫妻我跟你講 藝人延遲很多夫妻 本來是要離婚的 後來共同信仰的耶穌基督 共同去主會幫助我們 耶穌會給我們力量 讓他信佛教也更好 這個力量一結合之後 共同的興趣跟信仰之後 就會包容 包容就會把他的缺點 看成優點 這是心理諮詢跟命裡頭 要給他加碼的一個調整 其次就是共同來做善事 因為他的善良 跟我的善良結合之後 就會把他所有的不好的觀念 跟挑剔跟埋怨 把他往正面倒向 他是因為這樣這樣 要幫助別人才怎樣怎樣 那麼這個時候觀念氣候的時候 他不是個壞人 他是個好公眾人物 他是個好朋友 好兒子 而且在做夫妻部分 他不夠那麼圓滿 我會包容他 這就是基德 孝順 信仰 包括我們說的風水 所以非常的有效 了解 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一下 真的啊 你 我們要再跟他 這裡 到這裡 我們要是 如何能夠得知老公在婚後 跟他一起八年來賺多少錢 其實這部分 大部分我們當然是從稅的資訊上面去看 那個是登記的 可是他既然是他的另一半 而且我說直白一點 連他什麼約炮小三 他都知道 我相信他要知道王立宏的收入 不是難事 而且從這個新聞報載上面 看到說 因為維亞 中國的維亞 他被逃漏稅 罰了四十億才是四十億 對 只是原本 也就是在中國很紅的人賺很多錢 沒錯 只是之前新聞不是有報說 原本都是王立宏的媽媽 在看管他的財務 然後後來就是李靖蕾有回來 就是幫忙協助 那所以李靖蕾去了解 王立宏的財務狀況 我想這個是相對是清楚 也是蠻多的 所以要從這個地方去知道 那一般如果說在臺灣打 像離婚或剩餘財產分配的官司 大部分政府能夠提供出來 就是法院能夠調到 只有在臺灣的收入 那他在美國收入 在大陸的收入 其實都調不到 那這部分就真的只有 當時在中國的收入 他調不到 調不到 那除非你今天也在大陸打 他主要的收入在中國 是啊 所以有很多的收入 或許是要從經濟公司 或是經濟公司 跟這些代言廠商的合約 或是商演的合約上面 才可以看得到王立宏的收入 或者是他們在大陸設的公司 公司的收入 或許要從 李靖蕾要從這邊去看 如果真要追究李靖蕾可以 這個要 真的要王立宏 在婚後的一半的財產嗎 是很有機會的啦 只是說要怎麼證明 那另外就是剛才有提到 王立宏可能大部分收入 都是在公司收入 不是個人收入 所以還要去計算 這個公司的股權的價值 到底換算是多少 才有機會去拿到這個部分 可是我覺得從這個 這個李靖蕾跟王立宏 現在在媒體上面的工房 我個人是會覺得說 目前看起來李靖蕾 他是短暫的勝利 因為李靖蕾還沒有簽 那王立宏也聲明說 願意給他一半的房子 可是我覺得給王立宏 一點時間 他很有可能還是會反擊的 為什麼 他等於是一個沒有準備的人 遇到一個準備好的人的突擊 所以他當然手無寸鐵 所以現在當然被打成落荒而逃 可是你只要給他時間 拉長戰線 他手上的資源其實很多的 他自己本身有這麼有影響力 那他也可以在操作網軍 他也可以做很多的公關 所以你要說這個 而且李靖蕾好像勢單利孤 一個人 是啊 是啊 所以他能夠發揮的影響力 就是在這時間發揮完了 所以如果你近來沒有在這時間 簽署下一個對他很有利的 離婚協議或是合約 後面時間只要一拉長 我相信他原本的優勢就不見了 所以這部分真的是要小心注意 因為包括李靖蕾公佈了 他打了無通電話給王立宏 他沒有接的這個截圖 然後還有心理師的評估 講王立宏 然後還有那個社群軟體 他說他改變了 然後還有那個財產 他說那個財產是我跟你 我該得的類似這樣 是 也就是說他每一次只要有人質疑他 他就拿出證據 沒錯 有人質疑他拿出證據 會不會接下來王立宏如果敢反擊 他會抖出更多 當然有可能 因為我們不行 你去哪裡約約砲什麼遭記 我全部給你公佈 或許有可能 或許有這個可能性 可是我覺得如果假設我們是王立宏的律師好了 我們可能就會思考說這有沒有妨礙秘密的問題 你是不是有偷竊我個人隱私的這些 這樣不能成為證據嗎 當然會成為證據啊 不是我說我拿 我即便是偷竊的 那也是證據 是嗎 是證據 可是他丟到媒體上的殺傷力 遠比在法院的殺傷力大 因為在法院裡你可以攻防這個證據 是真的假的 你這個截圖到底是真的 從我手機截出來的 還是不是從我手機自己偽造出來的 都有可能法院要經過真實驗證嘛 可是丟給社會大眾完全不用 我講他是真的就真的 你相信我就好啦 所以這完全是不同的戰場 所以如果有人再放話 這個恐怕就要陷入更長的 那個法律攻防戰 一定會陷入更長的法律攻防戰 而且講白眼就是 或許李靖雷手上還有很多證據 但如果我是王立宏 我可能就會請求法院 去扣押這些妨礙秘密取得的證據 讓他沒有機會再拿出來了 或甚至他只要拿出來 可能就有涉及到 違法要抓去關的問題 我講只是比較狠 但是我們從事律師工作 真的在實務上面 這種很殺傷力很強的攻防戰 是非常多 只是今天剛好是一個藝人 然後他都將戰場拉到媒體上 所以他的優勢會在這裡展現 那如果到法院就不是這樣 那你覺得 因為現在他被撤了五個廣告 所以一支廣告都價值三千萬台幣 以上 因為王立宏代言本來就很貴 然後違約金十倍 對 那那個違約金十倍 這王立宏真的會被廠商求償嗎 我個人認為機率蠻高的 我必須要這樣講 第一個 當這個新聞一出來 如果原本代言的商品 馬上他的營業額下滑 例如說某個這個賣漢堡 大家都不敢去吃了 假設是這樣 那營業額下滑你就要怪誰 是 那一定會去告王立宏 你導致我的營業額下滑 那第二個就是我撤換廣告 要不要花錢 例如說我把這個扛棒上面 原本印你的照片 我要換掉 我有很多商品印你的照片 印你的形象 我通得換 這要不要花錢 當然要 所以他背後必定面臨 龐大的這樣子的求償官司 而且你看這些廠商 臨時要找一個新的人去取代 對 多困難 你要安排時間 拍攝形象 做這些 這些準備 其實都是要花錢花時間的 所以王立宏被求償機率很高 我才會一節目一開始講說 當這個太太把他的老公殺了以後 然後取出裡面的金雞蛋 那這老公沒有辦法再生蛋 所以他沒辦法生蛋以外 他原本有的可能都要被拿回去 如果所以一支廣告 如果他三千萬 然後十倍是三億 是啊 三億如果是五支 就十五億 是啊 是啊 所以他很有可能一蹶不振 這是很有機會的 在目前的狀況 那你覺得他在中國 還能爬起來嗎 短時間我覺得相當困難 相當困難 因為其實中國某個程度 他也一直在我們看到過往的新聞 非常多台灣的藝人 現在也都是發生這種狀況 那更好有理由 剛好你的負面新聞把你拿掉 這個是一個很明正言順 而且包括大陸 現在很多劣跡藝人 也永不入用 所以他要在大陸發展 我覺得相當困難了 應該說要有這個機率 非常非常的低 要 好 基本上講一點 大家參考的玄學 他本身是西元聖殿尾數 一九七 民國六十五 一九七 六 六 一九七六 就是我們說的秉年生的 秉年生的來說 紫微斗數叫天同化露 同代表兒童的同 相同的同 代表子孫滿堂 所以生三個小孩 四個五個都是OK的 帶給他快樂跟幸福 但他最害怕的一生當中 就是連真心化劑 連真代表官司 打官司 劫財 對他來說傷害極深 他不要再打官司了 越打越慘 這第一個重點 不要打官司 越打越慘 第二個在老虎年當中的流年 老虎年就是二零二二的流年 他的福德宮跟他的官路宮 是有兩顆 有陽韌跟陀螺 代表簡言之 白話來說 他的二零二二職場 屬於你們大叔說 一定是一路下滑 但他自己多利煩惱之外 二零二二的陽陀沖流年的夫妻 可能陀蘇的都聽得懂我講什麼 所以二零二二 也不要再跟太太去起爭執了 那個是萬劍穿心的一個運勢 要嘛二零二三再起 不過這個 我們的確會建議 他的這個婚姻事情 拖越久對他越有利 對王力宏 對王力宏越有利 是 對王力宏是越有利 所以他新的一年 還是要保持謙虛而包容 就算遇到官司 只是越打越慘而已 就是和和樂樂的去面對 所以你說的一半 尤其在這種是類似美國的婚姻 有這種契約的話 美國我們常常之前去過演講 美國人 只要有很多美國 以薪藝人 一離婚就是一半 一半一半 這個沒有話講的 包括什麼皮爾蓋茲 什麼什麼什麼 這些有錢人的 你知道勞伯迪利洛嗎 都是一半一半 多可憐 他因為他的太太要跟他 那個離婚嘛 對 打官司嘛 對 然後他的律師出來說 勞伯迪利洛很可憐 他為了那個太太要給他錢 他現在七十六歲 不斷地接戲 沒錯 就是這個意思 對 滿身病 還不斷接戲 所以哀兵必勝 做錯了 跟太太很誠懇地道歉 能夠重新做到一個好爸爸 我覺得很棒 不要再打官司了 就是賠錢了事 那請教一下Kitty 因為這個有人罵王力宏 其實不只是媽寶 還是爸寶 因為他事後還要爸爸 八十幾歲的出來幫他 那這個部分有感受嗎 我其實感受也是滿深的 因為其實像我的先生 從小主要照顧者就是他阿姨 跟他外婆 那其實當像我們的婚姻 有問題的時候 我第一時間 我當然會去求助他的阿姨 那其實他的阿姨 就是很明顯地 就清楚地跟我講說 你就算了吧 他就是這樣的人 我相信你未來的路 還可以走得更好 而且小孩子跟你會是幸福的 他就很明顯跟我講說 他就這樣 他就是袒護他 那你看得出來 他是個媽寶嗎 他因為我應該這樣講 我覺得他是屬於 就是很自戀人格 然後擔不起 就是完全就是一個 沒有辦法擔起任何責任的男生 因為他本身 你從哪裡看出來他是自戀 因為他本身就是在 因為他是紋身師 可是他是在國際上 很有名的紋身師 所以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他都會一直不停地提醒我說 你知道嗎 你老公超厲害的 在國外就是那麼有名 那同等我跟他去了 很多幾個國際的紋身展 在國外 真的他一出現 我真的覺得他是紋身界巨星 好多那種紋身師很有名 都跑來跟他就是這樣子 就是那種什麼 可以跟你拍照嗎 甚至於像他也有很多藝人 就很知名的 都是找他紋身 所以他就是都覺得說 就是很厲害 然後因為我本身主要是 對家庭就跟雷雷的角色很像 就全部都全新在顧家 他就覺得 對 你就沒有生產力 你就在家而已 你也沒工作 他這樣講 就是這樣 他甚至會罵我講說 你幹嘛 你當我是提款機是不是 你根本就是一個沒有用的廢物 他常常在跟我講 說你是沒有用的廢物 因為我沒有賺錢 那你在家帶小孩 因為他本身就不是一個 覺得家庭重要的人 他也不愛他的孩子 你沒有賺錢 你也陪他讓他快樂 他不這麼想 所以他就覺得自己 一直覺得自己很了不起 那他的家人也就是 一直這樣子順著他 他就覺得的確他很了不起 那他是全身都刺青嗎 對 全身 所以其實我 他刺到哪裡 頭 臉 然後全身 手 腳 背 全部滿 然後所以我 其實我一開始在跟他結婚的時候 我媽其實不諒結我 我媽講說 你假的 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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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人 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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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就覺得他就是不良的 因為在於我們家 關鍵比古書的 關鍵有這麼套裝 真的整套的 然後我媽就覺得說 你以他 因為傳統家庭 他就覺得說 這個就是不良 因為我媽怎麼知道說 他在國際是有名的 不可能 那也是經過了我們 長期的就是去溝通 再加上我就是先有後婚 這是事實 那我覺得都是老天給的禮物 好 來 我們先休息 今晚到 好 那Kitty的媽媽當時 這個女婿來求婚的時候 她其實是很不贊成的 對不對 對 那她為什麼你那麼喜歡呢 應該是說 我覺得我先生 她會讓我真的就是吸引的 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她在社會上 是有號召力的 比如說她是一個 國際的紋身師 再加上她的嘴巴 真的非常的甜 她在追我的時候 真的是用盡了 就是用盡了所有吃奶的力氣 讓我一直只看不見她的好 我沒有辦法去覺得 她有任何的缺點可言 我講一個比較好笑 就是她在跟我求婚的時候 就是她是去跟我媽媽講 因為那時候我已經有 有小孩了嘛 然後她是跪下來 跟我媽媽講 然後牽著我媽媽的手 你知道我當下感覺是 她講說 請妳把妳的女兒交給我 我會用盡一聲去愛她 可是你知道我覺得 我媽給我的當下是 我媽好像想說我願意 我媽媽那個感覺就是 我在旁邊 我覺得我是主角 怎麼變成我媽 我媽就點頭 然後兩個人就熱淚盈眶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整在旁邊 媽媽也哭啦 對 因為她覺得很感動 因為她是單腳跪 就是很像是求婚的 然後我媽就說 可以 我願意 然後我就想說 難道不能一個奉送嗎 然後我就覺得 我媽你已經買了我的心 也買了我媽的心 那就是成啦 那所以我們兩個 就步入了婚姻 可是像我 對不起 你剛剛講說 你不知道她多甜 她除了這個之外 她還有其他地方有多甜 多甜 因為她一直 不停地跟我媽講說 你相信我 我絕對會用我最大力量 去愛你的女兒 我絕對會復養她 我不會讓她出去工作 拋頭露面 我就讓她全心都待在家裡 你就像你看 你多愛你的女兒 我就同等會比你 甚至比你有更愛你的女兒 可是她不是講說 你是沒有生產的廢物嗎 那是後來婚後 可是她是內眼汪汪看著我媽媽 因為我先生眼睛很大 然後我媽媽就跟她對看 兩個人就你知道 我就覺得 他們兩個可以結婚的 的那種感覺你知道 可是其實我覺得 我現在其實卡在 我家裡的立場 我也覺得我其實很為難 因為我的媽媽 對於我這段婚姻的失敗 其實她是不諒解的 她到現在會跟我講說 那怎麼可以怪妳呢 因為傳統的人就會講 老公是妳挑的 對啊 然後她就覺得 要辯 妳怎麼會得到她 我這樣跟她講 我說媽 可是不是我的錯 我媽說 可是是你自己選擇的 當初我叫你不要 你自己說要嫁的 那我會跟我媽講說 好 比如說官司可能 不是官司 就是在協商的過程當中 可能會有一些意見存在說 我媽就講說 你自己快的啦 你自己找的啦 你看你如果 香港的啦 台灣沒關係 香港的啦 香港的就祖書啦 然後就開始一直 台灣的也有自私的 香港也有不自私的 應該這樣講 有啦 都有 只是剛好我選到的是自私的 那我就現在在娘家 我也就變成說 如果有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變得我就不敢再多說什麼 那在家裡 媽媽這樣講會不會 讓你覺得很受傷 我覺得 對我而言 我是一個我覺得我很快 我是一個很喜樂 很快樂 就像剛才詹老師在錄影前 他跟我講說 你不要因為你自己婚姻的失敗 就覺得很悲傷 我說老師不會啦 你看我很快樂 我很開心 是 是 對 那你如果有機會還想嫁嗎 我先簽了字 卻就真的簽了字 然後我先交往 嫁的話就是以後未來再說 那請教一下這個崔芬 自戀型人格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好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跟著我一起來測測看 你周遭或自己 有沒有自戀型人格的特質 因為王立同是自戀型人格 對 他被 可能是評量出來 那大家可以測測看 像不像 好 所謂自戀型人格 那樣子 就是說如果是自戀型人格的話 常會誇大自己很重要 然後會給人比較自大傲慢的感覺 大家覺得有嗎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們對於那種無止境的成功 全力顯赫美貌 還有理想的愛情的那種幻想當中 有沒有像呢 再來第三個會覺得自己很特殊 很獨特 喜歡跟特殊的人物 位高權重的人往來 大家覺得像嗎 再來會覺得自己擁有特權 會特別要求一些獨特的禮遇 通關啊 然後我都要快速的啊 鋪紅毯啊 再來就是說他非常需要很多的讚美 掌聲 感覺自己就是很有魅力的感覺 然後第六個可能對周遭人 比較沒有同理心一點 他們很難去體會別人的感受 跟別人的想法 跟別人的處境 再來第七個 如果別人說他什麼 他總是會覺得你嫉妒我 他們都會覺得別人在嫉妒他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說 如果是自戀型人格的話 有這七個指標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還是不是 我應該八項 活在自己世界裡 我自首 所以可以評量一下 所以其實通常 我們都會幫當事人做一下 評量說 你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傾向 或者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什麼叫這個性成癮 如果是性成癮的話 大家也可以來做一下 你有沒有性成癮症那樣子 那我這邊的話 你看那三個來賓 習有講聽 也是七題 那大家可以做做看 第一題就是說 你隨時隨地會想到 讓你上癮的是性的這個部分 所以像很多人 如果有性成癮 他就一開始 譬如說今天 行事例一開始 他就會想 今天可以去哪裡找對象 今天可以去哪裡 發展這樣的事情 會想 第二個就是說 他曾經試著 戒掉這個習慣 可惜失敗了 所以其實性成癮症 之所以難治療 以我個人就是很難破 就是很容易破戒 然後第三個 他們常常會跟家人或朋友 或親密的人 隱瞞這件事 隱瞞什麼 隱瞞他成癮的事情 他去找對象 這些成癮的事 他絕對是隱瞞的 那張維中絕對不是 因為他不隱瞞 他說他有性成癮症 對 現在在座都一直承認說 我有性成癮 我有性成癮 這個就不是性成癮 眼型的行為 你講我來解釋一下 他們通常真的成癮 都不會講的 一定會隱瞞的 然後第四個 他對成癮的事 是有強迫性的 非做不可 不汙燃 他會渾身不舒服 所以我們說 有所謂的戒斷症候群 所以他到了那個時候 他會渾身焦躁不安 非常的難耐的 然後第五個 他的需求性會越來越高 所謂耐受性就是密度 會越來越強 就像酗酒的人 喝酒的量是不是越來越大 然後幾乎頻率會越來越高 所以性成癮症也是這樣子 他的頻率也會越來越高 可能本來三天一次 可能要到 那張維中也不是 因為他已經離婚了 不是 我個人全是 老師請問 然後第六個就是說 他的確會對 他的人際關係 親密關係造成很大的影響 他很難跟一個人固定 發展長期的親密關係 不管你長得多漂亮 因為性成癮症的人 有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就是對象他是 不選的 有點像酗酒的人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不可思考 酗酒的人 連明星花露水都喝 真的假的 就是只要是酒精 他有一個揮花性 對 然後第七個 就是在戒除的過程中